随着朱婷在一甲联赛复苏,张长宁重返排超联赛,李盈盈成长为新的进攻核心,助张李三大主攻合体,中国女排是否归位为一流强队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 目前,女子排坛是意大利、土耳其、塞尔维亚三足鼎立的局面,这三支球队才是处于第一集团的队伍。 光速打法并不适合高大化中国女排,朱婷、张长宁都不在巅峰期,蔡兵需调整思路。 如果说朱婷、张长宁都保持健康,再加上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的李盈盈,三大主攻合体,再有袁新月、王元燃两位复工,中国女排的实力肯定能躋身第一集团。 可眼下的情况是,张长宁两年时间没有打过球了,国内联赛能能占据首发都不好说。 朱婷在一甲联赛弹跳高度仍很可观,扣球力量、速度与巅峰期比较下滑明显。 就算朱婷、张长宁、李盈盈三大主攻全部调整到最佳状态,那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,蔡兵的光速打法是否适合中国女排? 蔡兵要求凋零宇的传球刚刚高过球网,这样低频的传球适合朱婷来扣吗?能发挥他高点强攻的威力吗? 攻守能不能一锤定音,除了自身的强攻实力之外,很大一部分因素与二传有关。 只要蔡兵直较中国女排,凋零宇首发二传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。 凋零宇在去年联赛由于传球速度过快,传球弧过低,将袁新月的进攻直接摧毁。 身高超两米的袁新月,由于被降低了扣球高度,都能被太过一米七十左右的弓手给直接拦死。 凋零与能能激活朱婷,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 现代排球还是一个攻势排球,主要是看各支球队主攻接引这些边攻守的强攻实力。 复攻只有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,才可以锦上添花。 就目前中国女排的边攻实力而言,朱婷、张长宁都已不在巅峰期,理应也是靠抢速度,共享于本身强攻能力欠缺。 一传不到位拼,调整强攻,中国女排已经不再处于第一集团了。 土耳其、意大利、塞尔维亚拥有顶级接应,一人就能硬砸20分以上。 为什么土耳其、意大利、塞尔维亚能够成为眼下女子排弹的三强呢? 原因很简单,就是他们都拥有顶级强力接应。 土耳其有瓦尔加斯、卡拉库尔特两门重炮,埃格努直接把意大利的强攻实力提升了一个档次, 博斯科维奇也正值当打之年。 奥运资格赛,中国女排全主力阵容还打不过塞尔维亚的替补。 一传到位的球,各支球队都有快攻,复攻都能下球。 关键就是看哪支球队有强攻硬砸的能力。 瓦尔加斯、埃格努、博斯科维奇在调整强攻上, 一场比赛拿到20分以上的分数都不成问题。 之前,中国女排有朱婷这个强攻点, 我们拦不住埃格努,意大利拿朱婷也没办法。 现在,朱婷手腕有伤病, 中国女排与第一集团的这些球队比听强攻实力已经处于下风了。 目前,中国、巴西、美国、波兰这些球队应该是处于第二集团了。 当然,排球是讲究打整体, 可是你调整球没有世界级的强攻点就很难击身第一团体了。 大家觉得朱婷、张长宁、李莹莹三大主攻合体。